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比一比双手感情线哪条更高 看你今生感情运 感情线是人体手掌上的三大主线之一 它不仅可以表现感情的强弱 也能表现感情的归属 我们今天用对比左右手感情线高低的方法 判断你的爱情观和偏好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测试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一起做做看 首先请记住感情线的位置 然后双手合十 将左右手的每根手指都对积 最后将双手摊开 保持掌心向上的姿态 微微向内弯手掌 同时把小拇指的一侧紧紧相贴 完成以上这些操作后 接下来观察两只手掌感情线位置的高低 是左手感情线较高 还是右手感情线较高 还是一样高 确定后根据自己的情况 对号入座 就能对今生的感情运有所了解了 1. 左手感情线比较高 这类人对感情抱有着浪漫幸福的幻想 渴望偶像剧情在生活中上演 他们对感情很投入 一旦喜欢很快就会陷进去 会全情全意对另外一半好 而且这类人习惯单恋 经常陷入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的人偏偏缠着你的酒精中 对感情很看重感觉 喜欢顺其自然 看似不愿强求 其实内心有些自卑有些丧 他们很看重颜值 和长相好看的人交往 会满足他们的虚荣心 最后的结婚对象 很可能是年龄小一些 但有活力有颜值的异性 年轻时对待感情很洒脱 但随着年龄增大 内心很恐慌 害怕最后将就结婚 害怕自己不会获得幸福 凑死活活一辈子 这类人性格有些强势 喜欢比自己强 或者性格斯文温润的异性 不过恋爱后 你会过度依赖另一半 甚至会失去自我 另外你的控制欲超强 了解对方的一举一动 会让你更有安全感 年轻时眼光差 容易遇到渣男见女 容易在感情中受伤 所以对爱情的态度 是不按钟参加着期待 不过随着阅历增长 心理越来越强大 眼光精准度也会越来越高 这种不安感会慢慢变淡 但很难彻底消失 他们看似很强大 其实内心很柔软 又嫌弃良母的潜质 遇到真心喜欢的人 你总会想办法 尽善尽美的展示自己 但结果往往相反 会把事情越搞越糟 你还会为了喜欢的人 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 你希望通过牺牲感动对方 二 右手感情线比较高 这类人比较早熟 自制力很强 带人绿冷淡 在异性眼中属于 很有距离感和神秘感的类型 而且他们很有魅力 把工作 生活 爱情 朋友 分得清清楚楚 因为不会为爱付出所有 所以异性总想要彻底祝福你 第六感很强 是感情中的福尔摩斯 另一半想要欺骗他们 绝对是做梦 这类人很坚强 不懂得示弱 内心渴望有人疼爱 不爱时会对感情表现出 不屑一顾的模样 爱上后会把内心最柔软的一面 给对方看 这类人会和年龄稍大的人结婚 对方性格会很成熟 很有包容心 也很难抵抗有丰富的精神世界 有格局 有品位的异性 他们的结婚对象会比较有钱 婚后不用担心物质生活 婚后的生活会比婚前身心很多 这类人脾气来得快 去得也快 吵架时虽然不记仇 但习惯分就账 有时候你们还喜欢玩冷包里 这点很不好 自尊性很强 因为害怕被拒绝 所以很少主动表白 在感情上有时候很怂 他们性格很谨慎 对待婚姻非常的励志 对未来有自己的规划 因为想要通过婚姻实现阶级跳跃 所以想婚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三 左右手感情线一样高 这类人性格比较倔强 对感情很敏感 越是喜欢一个人越没有安全感 他们比较直率 喜欢就是喜欢 讨厌就是讨厌 很难有中间地带 有感情洁癖 对感情很理性 一直信奉靠别人不如靠自己的原则 不太懂得示弱 让另一半又挨又狠 这类人对爱情不愿意将就 宁愿背负着单身的压力 也不愿找个人将就结婚 拥有良好的教养和品位 是家长中眼中的好孩子 所以很容易获得另外一半家长和朋友的喜爱和肯定 他们的眼光很高 则欧比较挑剔 虽然对另一半外貌有要求 但是看重对方的实力 晚婚之多 结婚对象多是前一股 很好生活会越过越幸福 这类人习惯表面上对感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实际上很去爱 很渴望有一段稳定浪漫的恋爱关系 在感情中也会时刻保持独立 对自我要求很高 无论感情中受过怎样的伤害 都希望能够体面的活着 对爱情要求绝对的忠诚 无法容忍另一半的出轨背叛 一旦发现 无论心多痛都会毫不犹豫的离开 这类人经历过几段伤心的恋情之后 才会遇到结婚对象 谈恋爱对你们最大的影响 是你们懂得爱自己才是最大的真理 桃花源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好 而且这类人很忘加 取道嫁道就是赚道 除此之外 我们通过手掌中感情见的不同形态 也能够了解一个人感情认识的急修 下面小酱汁给将友们介绍八种常见的感情线 一 延伸到食指的感情线 就是尾端指于食指下方秋味 表示为人天真浪漫 感觉敏感 喜欢美好的事物 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感情上对物质方面不太苛求 但很重视心灵的沟通 不敢太直接表达爱意 有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态 像这类人对感情特别重视 就有点感情 有严重的感情洁癖 二 长度适中的感情线 就是尾端指于食指和中指中间 表示为人成熟稳重 个性开朗大方 表达能力十分良好 有正常的人际交往 对感情方面选择观念相近的伴侣 并且希望对方真心的付出 彼此能够共普美好的恋情 三 延伸中指的感情线 就是尾端指于中指下方修为 表示重视物质 喜欢享受 生活有奢侈浪费的倾向 有沉迷物欲的可能 感情方面正有欲强 猜急心重 对伴侣百般要求 但多半是肉体方面的 而且容易感情不专 这类人也有轻微的感情洁癖 四 笔直清晰的感情线 就是横跃掌中但不向上弯 表示为人自私自利 感情方面由于事业心重 企图心强 会忽略另一般的感受 彼此关系会逐渐冷淡 会后会形同过路 五 长度过短的感情线 就是位于无名指下方区位 表示为人重视利益 属于享用主义 对人不会真心付出 显得虚情假意 感情方面有喜情厌旧 用情不专的现象 经常跟换交往对象 容易有三角链 追逐一夜情的倾向 六 段掌横跃的感情线 这是俗称的段掌手纹 表示为人意志坚定 形式独特 不受他人约束 所以展现强势的态度 会让旁人感到莫名的压迫 感情上容易固执己见 坚持理想原则 身段无法柔软 往往有自寻烦恼的现象 这类人往往会有些神经质 七 波浪形状的感情线 表示为人木讷 老实憨厚 很好拜托请求 人际还算不错 但感情方面 不懂得浪漫情调 常常误解风情 让对方不知所措 彼此的步调不搭尬 因此很难维持稳定 需要提起爱情的火花 否则感情无法长久 八 尾端下弯的感情线 表示为人充满自信 很有建立 愿意为他人心收奉献 感情方面会显得稍微吃亏一点 因为心肠太软的关系 很容易相信对方的谎言 而有被欺骗上当的现象 导致感情路有坎坷挫折 以上就是几种 关于感情线的相关解析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此文就没有一一列出来了 如果感兴趣 小江之下子 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情况 朋友们可以观察自己的感情线 看看有没有上面提到的某一种特征 仅供娱乐参考 相对大众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江之命令讲堂 今天小江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偏财超旺的首面向特征 轻轻松松 挣百亿 财运的积累方式有很多 有的靠辛苦的劳动 一点点积累 有的靠机运和财干 事业越做越大 财富也越积越多 有的则属于发横财 例如中大奖 或者财博 炒股赚钱 一夜暴富等等 从命令的角度讲 将前两种需要自己努力 积累财富的方式称为正财 而将最后一种方式称为偏财 通常来说 偏财望运的人 往往不用付出太多努力 就能够成为富有的人 所以是许多人都羡慕的好命人 但是这种好命 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 这是一种福分的体现 那偏财望的人都有哪些特征呢 如果没有这些偏财特征 又该如何催望偏财运呢 下面小酱汁给酱友们介绍一下 一偏财望的人都有哪些特征 一木星秋发达 正如风水中 每一处住所都有一个财位一样 在人的手掌中也有一个财位 其所在位置便是食指根部 人们称为木星秋的位置 从风水学来讲 殉中包含尘 亥 四 尘为水的木库 水为财 木库之位自然就是财位 并且四是地户 亥是天门 地户代表结果 代表所藏 代表所得 所以在这里成为手掌的财位 假如木星秋生得风龙红润 饱满不下线 其人必定有很好的偏财运 不用付出太多的努力 就可以赚大钱 二 水星秋 金星秋发达 在手相中将手指根部成为水星秋 拇指根部成为金星秋 这两个部位也代表聚财 例如这两个部位生得风龙突起 而且肉特别厚 也容易得到偏财或者横财 或者说一些清闲之下自然得来的财 其人容易一夜暴富 三 太阳秋或者木星秋出现的新闻 太阳秋或者木星秋这两个部位 任何一个部位出现新闻的话 也是一种偏财望运的表现 代表其人很有可能会得到 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 从而赚来财富 假如太阳秋处有新闻 而且与婚姻线有连结 其人可因婚姻而发达 如果太阳秋处有新闻 且与太阳线有连结 其人可能会因为创作或者艺术才华 而声明大造 赚取财富 只是 这种幸运的新闻出现后 有时会消失 你能否把握得住 要看事前准备功夫和机运 掌握得如何 四 手掌上有多条财运线 在首相中将手掌 无名指根部或者小指根部 出现的数项纹路 称之为财运线 基于个人的财运收获 运气 成功 就有一定的关系 这样的数线出现的越多 代表其人的财运 也就越旺 也象征着 其人的财富收获 不仅靠正财 偏财运同样也很旺 五 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 有上升线 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 有上升线的人将会发财 或者是事业线出现 智线上升到水星球 将能发大财 这种人多半是出现 个例机遇而突然发财 六 左右脸大小对称 双耳 不一高一低 左右眉 不一长一短 可以对着镜子 像像一条直线 把整个头从中间分成两半 最好的情况是 左右脸部非常的匀称 当然 机少有人是完全对称的 但至少不要相差的太多 此外 有些人眼睛一大一响 这种眼叫做雌雄眼 非但不会减弱财运 甚至还会带来意外之财 七 鼻形丰厚饱满 鼻翼大小对称 鼻孔不外露 鼻上无致 鼻子对财运影响很大 像书上说 问财看鼻 看鼻像可以小的 一个人富不富有 鼻像好的人呢 一生多财气 生活很富裕 那要如何才称得上 是有偏财运的好鼻像呢 首先鼻动不能一大一小 或是鼻翼两边大小不一 否则恐怕与偏财运无缘 此外 鼻子要长得好 鼻头有肉 鼻翼饱满 即使无法拥有这样的先天优势 也要切记保持鼻子的光滑清洁 物令其长痘或者受伤 也不要穿动带环的 否则会破坏财库 令财气散去 偏财好运 当然不拒 八 眉毛不杂 眉尾不散 眉毛不压眼部 眉毛的末端 有聚财的能力 越是聚拢 越是表明能够积攒钱财 例如眉尾疏散 表示这个人情绪容易波动 判定能力不强 心智不够常熟 30岁以前没有偏财运 此外眉毛不能向下倾斜 压住眼部 否则会挡住财运 九 额头宽广明亮 有财有缘的人 额头一般都宽广明亮 假如额头太尖太低线 会影响财运的急剧 十 颧骨突出 丰厚饱满 颧骨的高低 对偏财运的影响也不小 两全平线的人 即使能获得大笔的财富 然而也站不住 受财能力有欠缺 十一 耳阔形好 耳垂厚实 好耳朵是福气的象征 而财运常落有福之人 所以要让耳朵变得更有福气 不妨实时揉错耳垂 在定点施压推拿 让耳相更好 耳垂更厚实 可增加福气 十二 口阔有收 俗话说嘴大吃四方 那些嘴巴大的人 多心胸广阔 有气势 很容易获得财运青睐 可别光羡慕或者向往樱桃小口的秀气 即使嘴巴大 方能吃住四方财 也代表此人有发财的基本运气 不过要注意的是 必须是口阔有收 这样才算是好的口型 假如嘴巴不紧闭 那么财运可能会光临 然而也跑得快 同时保持双唇红润 笑口长开 对偏财运也有很大的框注 十三 手掌厚实且气质红润 手相看一个财运好坏 主要看手掌 手掌肉通常是愈厚实愈好 若是太薄太干的话 表示不容易赚到钱 或者赚到钱也守不住 几乎没有偏财的来源 此外可以观察第一火星丘的位置 也就是食指下面靠近拇指的那一小块地方 财运来临时 此处会呈现红点般的气色 并逐渐举成一片 愈大片表示财运愈好 当财运远去时 这一片好气色也会随之消失 有些人手上随时都有红润点的色点 由此首相的人 一生多机缘巧遇 财运极佳 二 如何提升偏财运 想要提升自身的偏财运 可以从多方面考虑 小江之下面主要从风水和生活 两方面为大家介绍 一 风水方面 2021年新丑流年飞星中 代表偏财运的六百五曲星入中宫 代表财运的八百财星入正西房 2022年新丑流年飞星中 代表偏财运的六百五曲星入西北方位 代表财运的八百财星入东北方 所以对于有求财食药的朋友来说 不管是家里还是自己常办公的地方 客厅或者办公桌面 要保持整洁 要保持整洁 精精有条 有利于提升偏财运 而家中的正西方 或者办公桌的正西方 可以摆放黄水金球 金铲等风水吉祥物 提升整体财运 二 生活方面 古人讲究天时地理人和 提升偏财运 也可以从这三方面入手 一 从天时看财富运势 天时可指流年薪酬 对于丙丁火日出生洗金的朋友来说 2021年财运相对来说会比较不错 如果财运方面没有起色 那就要注意桃花方面 而对于非丙丁火日出生 八字洗金的朋友来说 2021年各方面运势相对来说 也会比较平顺 但不一定才好 而对于八字不洗金的朋友来说 如果今年有投资 炒股等意向的话 最好持观望状态 不要贸然如实 二 从地理选出游方位 望财 地理可指有利于自己的方位 洗金者出行游玩 以正西西北为主 习土者出行游玩 以本地 东北 西南为主 习木者出行游玩 以正东东南为主 习火者出行游玩 以正南为主 习水者出行游玩 以正北为主 多去自己喜用五行的方位 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各方面运势 当然也包括财运 三 从喜用 看穿什么颜色忘你 人何可只穿着 通过日常服饰 搭配助往自己 洗金者可多穿白色系 金色系的服饰 服饰图案 多以圆形 半圆形为主 习水者可多穿蓝色系 黑色系服饰 服饰图案 多以波浪条纹 梅花图形为主 习木者可多穿青色系 绿色系服饰 服饰图案 多以直线 长方形为主 习火者可多穿 红色系 紫色系服饰 服饰图案 多以三角形 尖形 多角形为主 习涂者可以多穿 黄色系 卡色系的服饰 服饰图案 多以正方形为主 上述信息也适用于 佩戴像是包包 帽子 项链 手链 戒指等等 当然了 生活中并没有真正的 不劳而获 即使中彩票了 也要添张彩票 而且毕竟一个人的生活中 多数情况下 还是要以正财为主 老老实实 尽情恳恳 工作赚的钱 最踏实 也最容易受住 如果真的有横财 或者偏财的话 也可以将其看作是锦上添花 切不可当作主要追求的目标 生活才不会乱了章法 也会过得更有味道 面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令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这十五种首相的人 五十岁以后横财大发 每个人人生运势都不一样 有的人年少时贫苦 一点一滴的积累 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 最终获得成功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而有的人虽然出生富贵 却不思进去 整天沉迷酒色 最后将家产全部摆光 晚年生活十分不堪 其实 人生际遇的好坏 可以从首相上 看出一些端倪 那么首相上 拥有什么特征的朋友 年龄越大 命越好 越老越有钱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 生命线有分支 向首腕延伸 生命线起于食指 与拇指的中间部位 从圆弧形抛物线 延伸至首腕横纹 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 并且分支向首腕延伸 有这种首相的人 则代表此人是属于 越老越富贵的类型 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 但是在中年时 财运会回升 富贵会出路逃脚 晚年财运大增 地位节节高升 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相 二 手掌心有两条玉柱纹 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 若是有两条玉柱纹 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 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 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迹象 拥有这种手腕的人 在年轻时目标模糊 没有理想 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大多一事无成 随着年龄的增加 精力多了 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能为之奋斗 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 运势越来越旺 子女聪明孝顺 晚年俘虏大增 三 拇指无名指上有斗 拇指无名指有斗的人 在青少年时代会比较的艰辛 虽然足够聪明敏捷 能力也很强 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 还经常为此与恋人 发生争执与矛盾 这类人到中年 思想慢慢成熟 目标也会渐渐的清晰 会逐渐将精力 全部投放到工作当中 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 获得地位和财运 晚年生活也是十分的无忧自在 四 小拇指上有直纹 一或者两条 小拇指上有一到两条笔直的纹路 到达第一个指节 这种纹理在相学中 被称之为运约纹 有这种纹理的人 越老越有贵迹 早年吃的苦 都是为后面的石来运转做铺垫 子女大有出息 不需要自己操心 晚年还能享子女福气 子孙闲孝 富贵安康 五 手中有陈文 陈文在手中的训工 离工 坤工有陈文出现的人 命中意外出现 出现这种掌纹的人 运气比较好 不用太过于劳累 就能换来财富 生活中总是能够得到 长辈们的帮助 贵人运不断 事业蒸蒸日上 横财也有很多 手中有陈文的人 内心强大 志向高远 即使年龄大了 也不会放弃事业 照样财源广进 他们一生遍地黄金 富贵花开 三十岁展露头角 四十岁事业有成 五十岁富贵英诗 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 都钱财大王 六 手中有元宝文 手中许多的文献 如果构成金元宝的形状 即上宽下展的梯形 元宝形状越大 财产就会越多 手中出现大元宝 里面有小元宝形状 也会很富有 总之 元宝状的线 都代表着生活富贵 手中有元宝文的人 命中带贵迹 但为晚贵之名 他们年轻的时候运气不错 但主要是表现在 事业运发展好 人际关系和谐 拥有稳定的工作 但是赚钱机会少 只有到了中年 比如说35岁后 才开始有各种赚钱的好机会 而且是越老越吃香 七 手掌中央掌制 这种人可以说是很少 一万个人当中 都很难找到 一个这样的首相的人 这种首相的人 做事不会太在乎太多的小结 只会关心全局的结果 因此 他们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有做领导的才能 天生就是做大事的首相 年龄越大越有钱 手掌中央掌制的人 能够事业有成 孝顺他们 才开始享受富贵生活 手掌中央掌制 在50岁后 财运越来越好 能发不少小财 到老钱财不缺 家门兴盛 八 水星秋龙起 水星秋位于小纸下方 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 和商业头脑 因此 水星秋龙起的人 不仅在商业方面 拥有绝佳的才能 而且金钱运也相当的好 应变能力也很强 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 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 水星秋龙起的人 注定命中耐财 早年拼搏 中年发家 晚年大富大贵 九 事业线有钱变身 也就是在文献及时点 表现的极为浅薄 但是随着线文的延伸 深度也是在不断的增加 这样的一种事业线 体现了个人在工作方面 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 以及能力 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 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 而出现挫折 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脉关系 以及个人的能力 都会不断提升 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 不断取得成功 获得出色的财运 十 事业线的起始点 与智慧线相连 这种首相的智慧线 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 也体现出了 其人在工作方面 大器稳成的特点 一般来说 这一越老越有钱的首相 代表着个人 在35岁之后 才能够拥有 稳定的事业运势 能够在工作中 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 即便在年轻的时候 遭遇了一些困难 也不要气馁 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 就能够不断前行 十一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 并且朝着终止延伸 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 并且和感情线的 起始点相连的话 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 发展前景的好坏 与个人的感情 有着一定的关系 特别是事业线 又朝着终止根部延伸 更是说明了 他们在感情 没有稳定下来之前 是很难有着 出色的工作成就 这样的一类人 容易因为感情 而出现变故 无法让自己 获得稳定的工作 生活 只有情感确定 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 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 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 一般来说 这一首相也体现出了奇人 容易遇到一位 有着旺夫 或者旺妻运势的另一半 十三 贵人文成交叉状 生命线旁边的贵人文 如果呈现交叉状 并且整体清晰深刻 不中断 没有杂温出现 首相中将此现象 称为遇待码 是吉利之相 拥有这种首相特征的朋友 年轻的时候 虽然工作 事业 家庭等方面状况 都比较普通 不会有突出的成绩 直到四十岁之后 会遇到贵人指点 并且能够得到 其扶持和投资 能够在事业方面 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 迎来人生的春天 这类人晚年财运大增 地位也得到不断的提高 儿孙满堂 十四 掌上两条玉柱纹 手掌上有两条玉柱纹 其中一条从手掌出发 延伸至食指 另一条从手掌出发 延伸至中指 也属于晚年运 越来越旺的一种首相 拥有这种纹路的朋友 年轻的时候 往往碌碌无为 不清楚自己 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想法比较多 但是随着精力的增加 人生目标开始渐渐清晰 并且为之努力奋斗 三十八岁之后 因为一些特殊的机遇而成功 特别是越到晚年 这种好运越来越明显 子女不仅聪明有出息 还十分的乖巧孝顺 十五 手中多钱财文的人 其实 手中多钱财文的人 手中的财富也有很多 经过自己的努力 真的能够成为有钱人 其实这样的人 赚钱渠道特别的多 在各个方面 都能让自己 拥有很多的钱财 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而感到烦恼 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 能够成为家人的骄傲 遇到这样的人 肯定要好好珍惜 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 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 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 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 以上这十五种手相的人 年龄越大 反而财运越好 尤其到了五十岁以后 会横财大发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手相 也不要灰心 不管是哪一种的人生 我们都要学会接受 这样生活才能顺心如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只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